為慶祝世界電訊和信息社會日 由電局於5月17日早上10時 於澳門美高梅酒店舉辦有關慶典及專題講座 本澳各間電訊營運商 仍有參與時期活動 設置展位進行有關主題的展示 慶典由運輸公務司司長羅立文 由電局局長劉慧銘等嘉賓主持開幕 劉慧銘致詞表示 人後老年化令社會的人力資源面臨更大壓力 醫護服務及安腦刺激等需求極有所增加 都要健康 相互連緊 由電局同時邀請本澳及內地專家學者 以及業界代表進行有關專題講座 並由樂立文為講者致送紀念品 由電局期望透過活動 加深各界對健康老齡化社會的認知 啟發業界利用ICT技術等有關服務及解決方案 助力本澳實現健康老齡化社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